欢迎收看 妈妈好神 妈妈又该怎么做 心情内容马上开始 心里你知道小朋友 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压力 可是他不知如何表达 有的时候是讲不出口 就是语言能力不好 有的时候是不敢讲 所以今天也是要跟大家聊一聊 爸爸妈妈 就是小朋友压力大 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发出了求救讯号会有什么呢 我们来注意一下下好不好 邱老师 小朋友真的会喘不过气来 因为压力太大 像如果孩子比较大 或者说他比较能够 去表达的孩子的话 他有可能他自己就会说出来了 他可能就会说出来一些 譬如说他比较不舒服 或不愉快的感觉 那可是第二类可能有些小朋友 他年龄可能比较小 或者说他比较不敢说 或者是有些小朋友 他说话的表达方式 不是那么清楚 去讲他情绪的状况 那像这个时候 他有可能 就有的时候一下子就讲得很强烈 可是爸爸妈妈没有联想到 很强烈 譬如说哪一些词呢 他可能一下子就说 大家也不要看到谁了 或者甚至有一些更负面 他可能就是说 我希望全世界都消失 或者是自己想要消失 或者是自己想要消失 对 可能可是爸爸妈妈 一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 有的人会说 一下子就可能大惊小怪就说 不要这样讲 对 那这个时候小朋友 他其实他已经提出来的 求救讯号就被忽略了 那有小朋友他连这些词 他都没有说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爸爸妈妈 可能就要主动去观察一些状况 那有一些指标 如果爸爸妈妈观察说 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时候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 那这个八个内容呢 我们稍微可以区分一下 有一些是生理反应的 所以譬如说像第二项 好 咬指甲跟抓头发 这一些反应 那再来的话就是退化性的行为 所以退化性行为就是退回去 他一些比较小宝贝的时候 可能不是符合他现在年龄层的 不要自己吃饭 对 不要自己吃饭 那或者说更退化一点 还有这么可能 或者是晚上会开始出现 尿床等等 像睡眠上的话就是可能晚上 他很晚他都睡不着 或是晚上一直做噩梦 对 可能在梦中 一直说梦话等等的 那生理反应的话 可能比较严重的 还有到身体不适 他可能孩子 他可能从早上就开始说 我头痛 肚子痛 我心跳好快 或者是 就真的变成 喘不过气来 对 或者我想呕吐 然后或者是有的人 他会突然这段时间 体重突然大量减轻 或者是突然体重大量增加 那像这四种的话 是生理上面的指标 那有一些是情绪上面的反应 比如说刚刚第一个 无故发脾气 或者是说他对小事情反应过度 有的时候我们会当下的时候 是觉得说 怎么今天脾气这么差 可是如果他其实这样子 已经连续了两三周 甚至有一两个月以上的时候 其实就要注意了 因为这不是他寻常的反应 那情绪的反应还会出现像 比如说他突然变得很黏人 了解 或者是不想上学 或者是本来每个礼拜 都要跟爷爷奶奶吃饭的 他突然说他都不想去 了解 对 或者是说本来会有一些 可能跟小朋友之间的聚会 他也说他不想去 你大概说要去公园 他也突然变得不想 可是这种状况 大家应该很常遇到 对 像我女儿那时候 两岁多的时候读幼幼班 刚开始那种 送去幼幼班都还是会抗拒 都是为哇哇大哭 可是他放学都是 快乐的 是那种会唱歌 去学会唱学校教的歌 然后会说学校的事情 给我们听 是很开心 然后之后都还很满喜欢上学 可是过了两个多月的时候 他忽然跟我讲说 他不想上学了 他说学校 对 他说学校很可怕 然后老师会打打 因为我以前就是跟老师有聊过 觉得老师不是这种人 会打的人 就算就是会换老师 也会通知嘛 所以那时候后来 我赶快打电话去问 我正换了老师 对 而且上六中最 没有通知 然后我和你的状况越来越糟 放学都不唱歌了 然后都闷闷不乐 吃饭也吃得非常地少 然后就是一整个就是那种 它是那种原本 蹦蹦跳跳开开心心的 它就是沉闷在那边 很忧郁了 很忧郁 这脑子就脑子 好像有 两岁 对 两岁多而已 然后就是那种心事重重 然后晚上睡觉就开始夜经 他睡到一半开始 不要 是这样子的声音喔 很大那种 我跟我老公都吓醒 他自己也被他自己的声音 给吓醒 然后他就开始哭 我不要这样 我不要 我不要 然后我们就开始哭 可是一整个 这一整个晚上 他就开始这样 哭了醒了又哭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觉得不太对劲 我说 我明天决定不让他去学校 我要带他去散步 散散步 散散心 然后当他去玩 玩得很开心了 我就问他说 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回来 就吭下来了 他就说 他就开始哭的说 我太好可怕 老师都会打打 我就说打哪里 他说他很明确 用他的手指指 他的 左腿的小腿 很明确的 小腿 他很明确的指出来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 我心整个就凉了一半 然后 为什么打我小孩 当时那时候是选 我决定是选择相信我女儿 然后我们找到就是 新的学校 都办好手续了 我的小孩去上课 他会变得跟以前一样 非常开心 然后会唱歌声 他那时候两岁都才 才发生一个礼拜多的心情 他现在五岁了 我们只要经过那个学校 或是讲起这件事情 他都知道 里面那老师最大了 对 可是像我女儿 她就是 我个人觉得 她比较没有什么压力 她现在几岁 她现在高一 高一 对 但我觉得她是从小就没有什么压力 她大概这么大 大概唯一有一次有压力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刚好我演戏了一个角色 然后就是偏比较反派的 然后那时候就学校 连老师都入戏了 你知道吗 真的 能够你成功吗 对 我好处想到 可是我觉得 老师你身为一个教育者 你怎么会入戏到去影响一个小孩 因为他连那个就是我女儿 因为他们是夫妻都在学校服务 那女生的老师是我女儿的导师 那男生的老师是学校的体育老师 那我女儿只是跟那个男老师 体育老师多聊天一下 你知道她导师竟然骂她说 你怎么可以像你妈一样不要脸 你怎么可以像你妈一样不要脸 你怎么可以像你妈一样 什么 你怎么可以像谁 因为这个事情 我还去 因为这个事情我还去找过校长 我直接找校长 然后后来我就 我就把她转到台北 可是她在台北之后 我看到她每天都很悠闲 那我觉得她最近唯一的压力 大概就是因为在 身材 因为毕竟高一了 就会爱漂亮 其实我有点小担心就是 她的生活作息跟饮食 就是她会不会是吃 少吃了什么东西 会反而让她压力更大 或是说没有吃什么 或是多吃了什么 会造成她压力更大 均衡饮食很重要对不对 会不会有哪些状况 我们吃错 可能造成我们的压力 其实更大 对 像钟英英 她的小朋友 因为是青春期 她们最在乎的 就是身体的那个印象这样子 对 就是需要要身体 就是女孩子最在乎的 就是从她青春期开始 就是美这件事情 对 那原来我刚刚听到她有在做运动 所以一定要提醒 就是提供三个就是减重好食物 对青春期的孩子也很适合 第一个叫做 因为它一定要有淀粉 有淀粉才有体力做运动 才能够长肌肉这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它其实蛋白质很高 那第三个叫做鸡蛋 因为鸡蛋有点那个蛋黄 就像综合维他命一样 几乎把所有的维他命 矿物质都包在里头 所以这三个是鸡被垮 然后对它来讲 就是可以增它肌肉这样子 对 那再来就是说 像刚才我们也会说 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 会造成她的小孩子越吃 越多反而压力越大 我们最常听的就是糖上瘾 就是喝了糖以后会上瘾 对 所以像含糖饮料 这件事情就不用说了 这一定就是会糖上瘾 会造成它的集中注意力不够好 那要提醒大家 有些是隐藏性的糖 什么叫隐藏性的糖 你知道有些人 滷肉是很爱加糖一起滷的 对 有些小孩子 很黏黏的 然后有些小孩子他们就是 很喜欢吃滷肉饭 然后家里煮的那个滷肉饭 是一碗两碗三碗的 所以像这种就是在这个 滷汁里头的糖也要注意 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们都会知道咖啡因 可能会造成孩子一些 躁动 但因为孩子不太会 立刻喝一杯咖啡 可是要提醒 因为像我们在都会区 看到很多小孩的 这个学习压力很大 你知道 那他为了要考试 尤其最近开始要起中考了 那有些孩子就会喝 能量饮料 他不觉得这个东西叫做咖啡因 他的认知不是这个认知 所以要提醒 像这种也要注意 那再来有些人就是 家里很健康 他就会胖那种 纯可可粉 然后让他就说 我可以 或加一点在牛奶里头 那有些人对这种 就是咖啡因的敏感性 很强的话 也就要注意这样子 那最后要提醒 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的淀粉 很好的 像是这个糙米五穀饭 对 但是我们会遇到有些 就是他可能很爱吃 就是面包 尤其像是这个 精致的淀粉 或者他的早餐 可能就是一个 很单纯的精致的铁板面 那种精致的面粉类 就会让我们的血糖会上升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 再集中注意力 就是这个部分 可能就会没有办法 专注完成 你知道当没有办法 专注完成这件事情 你就会有压力 对 你会发现有更多的事情 对 还要做 你就会更焦躁 对 所以就提醒大家 像刚刚营养师讲的那些东西 我们妈妈其实 基本上都会注意 其实我们都会想 对 但是有一些东西 它会隐藏在那个食材里面 你没有注意看它的原料的话 你不会发现 像我女儿有一次 就大概两岁多吧 她去上那个才一般 然后可能受了一点挫折 所以她心情就很沮丧 我就想说 我就临时起意 想说晚上煮她喜欢吃的咖喱饭 转换一下她的心情 让她开心一点 她吃完晚餐咖喱饭之后 果然很开心 然后一直到 在九点 十点 十一点 十二点 都一直在吃 你家里面都吃了 好吃的 对 我也要吃 你整个一直给我吃 在抗饭的中菜 而且她还开始萍尿 然后我就想说 她开始萍尿 是不是因为她身体不舒服 我还在想说 要不要带她去急诊 可是我看到她表情 又是非常地愉悦 我就开始想说 是不是吃的东西有问题 我就去拿那个 咖喱筷的那个原料来看 果然 它里面加了可可粉 对 可可粉就是咖啡因 那小朋友身体那么敏感 就果然就是抗粪 然后品尿这样子 这就是咖啡因 就是摄取过量的 我觉得 可是这个是 没想到 真的 真的 想不到它会藏在这些 要看纯度那样子 对 那因为咖啡因这件事情 就像喝酒一样 每个人的代谢能力不同 有的很敏感 有的不敏感这样子 那因为她其实并没有说 小朋友不能吃咖啡因 她只是告诉你说 小朋友有一个剂量 然后每个人 可是每个人对那个剂量的敏感性 真的很大的差异这样子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 小朋友就会趁你不注意 在你背后的时候 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 对 有一次就是我 因为我已经预期到 我那天工作会比较晚 所以我那天是特地请我小姑先 去帮我接小孩 我那时候还特地跟小姑讲说 如果小朋友会饿的话 你陪她吃一些水果 那我一定会在晚餐之前回来 然后呢 就我就真的就是工作完之后 我赶快赶回去 然后回去的时候 就真的一片祥和 而且那个 我小姑就还特地买了玩具 给她 她就很开心在那边玩 她都没事 然后我就想说 我还是谢谢小姑这样子 然后我就赶快去做晚餐 然后我就那天 我还特地就是为了要 就是补偿她说 就是不是我去接她 我就特地煮了 就是两菜两肉 然后还有她最喜欢的乳鸡腿 结果完全不买单 就她那天就很勉强地 吃了一半的晚餐 然后后来就是 我就去洗澡 然后就开始收餐桌 收家里 结果在收一收的时候 就忽然发现 我从沙发底下拉出了一个 空的A4大小的棉花糖袋 A4大小的棉花糖袋 太大了 空的 你本来是想像这样一小包包 没有 空的这么大一包 A4的那一种 对 妈妈不在家好开心哦 这是什么 而且就是你不是看过她 就是墙壁是新的 然后我就要把它丢掉的时候 我又在我们家垃圾桶 看到好几个那个 巧克力的糖纸的空糖纸 然后接着呢 我又再看到我的那个 茶几上面有一个 空空如也的草莓多多 然后我就全是开派对了 对 完全开派对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难怪你吃不下 我现在觉得你可以吃得到一半 已经是了不起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也已经吃到那么多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 就只是想说 把女儿叫来就是问一下 结果我女儿就用那种 哭倒长拳的方式 过来然后趴在地上说 这是鼓鼓给我的啦 对 没有谁啊 然后她就说鼓鼓给我的 我一定要把它吃完 吃不吃完对不起人家这样 结果那一天 她整个晚上都非常非常抗飞 因为刚刚婉萍营养师有说 吃血就是血糖上升 她就会非常抗飞 就这样一直遮层 遮层到十一点快十二点 她才终于累到 然后说她去睡一觉 她想说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结果没有 一边睡一边就是夜景 就一直在那边拳打脚踢 然后一直 然后还会说 不要猜我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真的快要崩溃 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老师给我们一个图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任意门 打开门后 你觉得你的孩子 不是你喔 你的孩子喔 那是测孩子就对 所以观众朋友 也可以让你的孩子 看看这张图说 你觉得如果有一个任意门打开之后 你会看到什么 有四种答案 让她选择 第一个就是充满美食的餐厅 第二个是繁星点点的夜色 第二个是绿意樱樱的草原 第二个是海天一色的美景 请来看看 一的有两位 二的只有一位 三的一位 四的两位 一跟四比较多的 那我们先从 第一个吧 好 充满美食的餐厅 这很开心啊 那大家来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喔 你的孩子可能压力来自 即将发生的事件 对 因为你看到那么多美食的话 是不是都很想吃 对啊 他也会担心时间不够吃不完 像有的小朋友呢 他对于即将要发生的事件 譬如说快考试了 或是快比赛了 他会比较紧张 那真的会很紧张啊 对 可是可能像譬如说 其实我们人都会有不同的压力嘛 大人 小孩都会有 那这个测验比较是针对是说 他出现哪个压力的时候 是属于他自己 是比较难去思考跟解决的 孩子如果选择这一个的话 是说如果他刚好最近是发生 这种即将要发生的考试啊 或等等的时候 因为时间不够的这种错觉 会让他反而继续更紧张的 那尤其是他曾经是临场 发挥失场的孩子 可能快考试了 或是快比赛了 他会更因为这样子的错觉 然后使他就是 对 真的 我女儿她就是对时间观念 非常好 每天那个闹钟一响 她一定是第一个跳起来 然后还会用小菜 我说妈妈起来了 不要让我吃到 你赶快去弄早餐什么 很好啊 直接说要很好吗 我压力很辣 真的 然后刚好今天她要去远足 她从两个礼拜之前 她知道她自己要去远足 她就一直在叮咛我 然后今天不是终于 把她送上车了吗 前一天晚上给我 一点起来一次 两点起来一次 她一直起来 妈妈 闹钟小了没 妈妈 闹钟小了没 她就终于忙 对 她对她的时间很要求 我就是有点担心 她这样是不是 过度折磨自己 是折磨你们也觉得 对 有问题 对啊 所以真的是这样的小孩 所以像如果说 小朋友这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爸爸妈妈 其实可以清楚地 让她知道说 比如说 还有多少 对 我们如果一直跟她讲 说你不要紧张 你不要紧张 其实就忽略了 这个刚好是她的找门 对 对啊 好 所以这是一个 其中一个可能 来看第二个 谁选 繁星连离 谁的小孩 谁的小孩 OK 好吗 你的孩子压力可能来自 太选了 太选了 所以刚才丢我家 我们可以现在倒带 有请小小妈在讲 她们家庭适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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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觉得 我们现在已经很好了 不是吗 一说繁星点点 对孩子来说 其实这个土 他们会选择机率 比较小一点 所以如果他会选择这个土的话 可能是来自于 他的安全感 比较匮乏的状况 底下 那如果安全感比较匮乏 我们大部分会发现说 是在根本性的 就是他的衣服关系 爸爸或妈妈 所以有可能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爸爸妈妈 有可能要分开 或者是爸爸妈妈 好像对家庭的关系 比较不重视的时候 他会误会说是自己 是比较 没有价值的 不被重视的 所以他延伸了之下 他可能就会变成 压力比较大 然后像这个类型的小孩呢 其实有个特别明显的 观察指标 如果说他到了晚上 尤其是真的家庭适合造成的 他可能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白天可以掩饰 可是他晚上有可能就会 常常会做噩梦 或者是到了他很大了 晚上都还不敢一个人睡觉 或是要睡觉的时候 灯都要全打开 晓晓睡觉会要开灯吗 他会 一定要 而且他在他睡着之前 他是不能关灯的 我刚刚想到就是一 就是前阵子的事情 就是晚餐完 然后因为我要赶一个稿 所以我收完东西之后 我就马上在工作 坐前面就在工作 打电脑了 然后这时候我女儿 就在去房间拿了那个 切蔬菜跟一个收银台的出来 然后他就在那个客厅的 那个沙发上就叫卖就说 妈妈 你还跟我买菜好吗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我在那儿赶修稿 然后我就跟他想说 可是妈妈现在在工作 那不然你等我一下好了 妈妈等一下再工忙 完了再去陪你 然后可是他就很无聊啊 所以他就说 爸爸 爸爸 那你还跟我买菜好吗 今天的菜很便宜喔 就我老公就躺在那个沙发上面 然后看电视就说不要 这时候我女儿就坐在那边 就说了一句话就说 都没有人要来跟我买菜 老板又倒闭了啦 其实当下 其实后来我想想这句话 其实是蛮可爱的 对啊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气头上 我就 我一不管我就拿着 就是拿着那个电脑 我就去房间躲起来工作 然后我就留 我女儿跟老公留在那个客厅 然后可能因为就是刚才那句话 其实真的还蛮可爱的 所以我老公后来也是陪他玩了一下下 然后我忙完之后我就出来 然后就把他收一收 哄一哄 然后我就要陪他去睡觉 可是当天晚上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他那天晚上的睡眠品质 特别的不好 而且他是以前的话陪睡 他可能就陪在我陪在旁边 他看得到我就好 但是他那天是一定要 我抱着他睡 而且那天晚上我就整个晚上 是没有办法关灯的 因为他就睡不好嘛 就 平常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其实已经很努力在陪小孩 其实没有想到说 这种连平常 就是平周间的一些小事情 也会造成小孩无形间的压力 老师刚刚那样讲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个 绿意阴阴的考虑 压力是来自什么呢 外在环境的变动 搬家的意思是不是 像搬家或者是譬如说转学 那这种是比较大的事件 那小一点的话就像说 有的时候小朋友 他可能英文突然从第五级 升到第六级变难了 所以像这一类 比较容易发生在那种 比较完美性格的小孩 他对于说 这个环境变动的时候 我更要求表现 或是程度变难的时候 他一下子突然觉得会很担心 我没有办法像我以前 都考一百分九十九这么高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是 突如其来的变化 那像完美性格的小孩 他会觉得说突然无法掌握 他会突然间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失控的焦虑感 美根 我的小朋友现在就是 三岁要四岁 然后想说他现在应该 也没有什么压力 每天都很开心 然后我们也没有要搬家 或者是学校要换也都没有 然后听到老师跟他讲说 就是有可能就是课程难 有变难了 然后就让我想到说 是因为我最近有 刚好有帮他找了那个 日文的家教老师 就是比如说老师 我今天的课程 比较难一点的时候 他那天的确是 他就上完课之后 他真的会比较安静跟沉默 因为他就是一个 其实在家里面 他是一个很活泼 很开心 然后跟话很多的人 所以他 当他上完之后 有点安静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是刚刚听到就讲说 有可能是因为课程变难了 或什么之类的 好吧 那我以后 跟他讲说 日文你有上就上 没上就算了 对 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 还好 接下来看海界一色的美景 孩子的压力来自什么呢 人际处理的难题 其实人际处理 如果在孩子的面向上面 大概就两点 一种是他在学校的同侪压力 那这个时候呢 爸爸不要太紧张说 他是被霸凌了 他是被排挤了 有的时候呢 其实发生在有一些孩子 他很重视别人 对他的评价 对 所以有的时候 他可能是 因为人情压力都有可能 所以同样的 像这个人情压力 有的时候不是反映在同侪 是来自于父母都有可能 是因为他达不到 父母的期待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尤其是 如果有些孩子 他比较压抑一点的 那这个时候他长期 他待在家的时候 他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真的蛮神奇的 因为我最近呢 我女儿回家 最常跟我说的话题就是 妈妈啊 你知道我隔壁的那个小红 每天都叫我唱 学猫叫给她听 然后她说 而且我唱完一遍 她一直叫我唱第二遍 第三遍 她真的很烦耶 可是她讲完这一段之后说 妈妈那你觉得 我觉得她每天就是 一直反反复复 她就是很在意 就是她跟同学之间的 情感的问题 少女性大爆发 她整个才小二 她少女性已经大爆发了 然后每天都在想说 这个男生是不是喜欢我 那个同学喜不喜欢我 每天都在烦恼这些事情 然后以至于呢 我前一阵就觉得 小二 真的退步 然后我就想说 奇怪啊 上课一样真真上 为什么会退步 是不是她脑袋 都是在想这些 有的没有的事情 你至于 你至于就是书都读不好 我就跟她说 如果你在这样子 就是功课都一直退步的话 我觉得同学 应该会不喜欢 你又想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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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跟她讲 你说下次那个男生 要再听群猫叫 妈妈去唱给她的电影 你又想玩了 对不对 扣妈妈 妈妈唱个十遍给她 你又想拱吓人家 对 而且我就觉得 好像就是把她在意的两件事情 就是人际关系 还有功课 就两个欺负在一起 好像 对啊 妈妈呢 妈妈检讨一下 怎么样的小孩 她这个有压力 可是你做了这些检查 然后 或问东问西 都问不出来 就很容易被忽略她的压力 像可能如果说 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看 妈妈的 妈妈爸爸的特质 有的时候是 小孩子的特质 那可能有两类呢 比较极端的时候 会被忽略到 比如说你的孩子 如果她是气质 特别的平和的 那当然平和到 可能甚至她会是 比较压抑的时候 那可是爸爸妈妈也许是 比较激动派的 而且她在学校 既然是比较温吞的了 她面对爸爸妈妈 其实也是一样啊 就变成 回家也不敢讲 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是 爸爸妈妈长期忽略 那有一些小朋友 她不只气质温和 她可能功课表现 一节都很好 然后结果到了 她比较大的时候 尤其是女生 爸爸妈妈才发现 她写了遗书 或者是她写了说 太可怕了吧 我要带刀 带什么去学校 其实就是爸爸妈妈 长期忽略了这一类孩子 他在跟你求救的讯息 那另外一类的话是 反映在爸爸妈妈身上 那反映在爸爸妈妈身上 是哪一种呢 就是 那我们讲白点就是说 她其实本身焦虑很高 可能她一直对孩子过度干涉 或者是过度参与的时候 可能相对对于孩子来说 她也会出现的 就是说忽略了孩子求救的讯息 所以其实像这些情绪压力大 其实表现出来在身体上 跟健康上也是会有伤害的 对 这张表格呢 就是让大家能够看一下 如果你的孩子有这些症状 也许 除了身体的疾病以外 要聊一聊 她可能有心理的压力 或疾病在 那我想 其实大家看了就是 心有七七燕 就是说中枢神经 头痛啊 就连大人都会 对 刚刚也很多人讲 对 这个妥瑞症 应该我正确地讲 应该是就是 轻度的 或者是叫做 不自主的抽动症 就像你刚刚讲说 六七月会有什么扎眼 扎眼的 嘴巴打开的 或者是那种皺鼻的 蜜尿道的部分 就是 昨天一直上厕所 这很多小朋友上学之后 就发生 五分钟就跟老猪说 要去上厕所 对 本来不会尿床 突然间尿床 肠胃道的部分呢 就是 肚子痛啊 拉肚子啊 要上台之前 就老是等一等 好长期耶 那也有人是便秘的 最有 最常听到的就是 出去旅游的时候 都上不出来 对 因为你身体 真的很兴奋 抗争 紧张的状态 再来就是免疫系统 这个免疫 很多人过敏性 鼻炎大发作 或者是气喘发作 带状炮枕发作 这都跟免疫系统 混乱有关系 青春痘长在额头这一区 常常都跟压力有关 这是中医式的理论 但长在任何地方 应该都有可能 对 比较大的女孩子 可能有月经失调的问题 其他这些 各式各样的坏习惯 可能大人说她是坏习惯 啃指甲 拔头发 挖鼻孔 你一直去指指她说 不准那个我看到你咬指甲 不准那个我看到你挖鼻孔 但其实你没有探究 她背后的原因 她为什么要靠这个咬手 为什么要靠这个挖鼻孔 来缓解自己的情绪 她背后到底 她哪里在有这个担忧 其实我觉得这个 比最后在手上面涂辣椒 等等之类还来得更重要 那既然今天聊了 那么多的压力 其实最重要就是 要把这些压力疏解 大家有什么减压的方法 可以帮助小孩子这样快乐 像我女儿她只要一有压力 她第一个反应的就是 她严重到是坐一个车 比如三十分钟 她就要下车三四次 一开始我都会带她去看医生 然后每次医生检查完 都会说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开始找 找资料找文章 自己看一些文章 发现她真的可能是 对 就会一直想要上厕所这样 然后这个好像只能靠时间 慢慢帮她做心理建设 让她心理变强壮一点 才能够改变 那只要我发现她平尿 我就会私底下去跟老师了解说 她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我就会默默的 不动声色的去帮助她 把那个压力的来源 就是解决掉 然后一方面我也会 就比如说她一跟我说 十分钟就想要去尿尿 我就会跟她聊天 聊一些她有兴趣的 所以就转移她的故意 要不然就是去开那个 YouTube上面的影片 做亲子瑜伽 就是在吸气跟土气当中 就是去延长她想要尿尿的 那个感觉 然后我们彼此真净感情 也是很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有时候 我们如果真的没有探索出 到底压力源是什么的话 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先来解决 这样 这样裹 对 比如说大部分人想到就是说 这个 比如说刚刚讲那个TIC 这个Toray 或者是这种不自主操控症 就很多爸爸妈妈受不了 就说 你忍耐一下 忍耐 不要动 然后小朋友就 看你人忍多久 好像那个羊婆婆 对 可是等到那个 应该好近点喔 等到那个爸爸妈妈的目光 一转移开 她很快她的 又开始 心情报道就再来 那些尿床什么 都常常被骂 说你为什么这么大的 还在尿床 那结果小朋友更紧张 尿床更严重 或者有一小孩就不睡 对 你就说你为什么不睡觉 他说没有 可是睡不着 你眼睛打开 他一直想很怕 他睡着之后会尿尿 可是最后一定还是会坏 最后还是好好地睡着 那你因为睡眠的这个时间 被往后拖了 所以你晚上的那个 睡眠的周期更乱 就一定会尿床 那怎么办呢 不可能就叫他们不要尿吗 所以就是 就是你要 就是对尿床这件事情 先摆一边 然后就明察暗访 你可以问他 可以给他看这个图 然后明察暗访 运动输压好像是个好方法 有什么要注意 对 就是非常好的方法 建议大家就是说 我们运动之后 其实或者说 平常小孩在输压的时候 有一些 营养素是必须的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们来看 稳定情绪 比如说钙和鎂 是最基本环的 那钙和鎂最好是要一起游 因为你只有钙没有鎂 其实没有办法一起稳定 那像这种牛奶或者是毛豆 它的就是钙含量很高 所以像优落乳 这种也都是很棒的一个选项 那美的话就是各种坚果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运动完小孩子就简单 就买一罐牛奶 再配一个坚果 便利商店都有买 其实这个搭配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 那再来就是 孩子其实我们会发现 很多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 他们在研究调查上 都会缺两种营养素 是最常见的营养素 那这两种营养素呢 一个叫做锡 一个叫做铁 那心大家都会想到 鱼啊蛤蜊啊 这些都会有 所以孩子一个礼拜 吃个三次的海鲜类 是很应该要有的 那再来铁的部分 其实像是猪肝 红肉 这些都会有铁的部分 最后要提醒大家 就是膳食纤维 也会让我们的肠道环境好 那膳食纤维其实在 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小点心 跟大家分享 我们家还蛮爱的 你知道那个玉米粒啊 你可以自己爆玉米粒 你知道爆完之后啊 我们家就会加椰糖的那个 椰粉 椰糖粉 或者是加那种 假设你想吃比较重口味的话 加点海苔粉或七味粉 也还不辣这样 然后那再来就是说 像我们家最常备的就是毛豆 因为冷冻毛豆非常好处理 肚子饿了就自己去 那个毛豆挖出来 好那它很冻嘛 你就用热水泡一下 赶快泡一下就会解了 就可以给它们吃 那所以那就给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就是 非常好的零食 而且可以比一个蛋挞 或是比一个精致的饼干 都还能够养它体内的好菌 这样子 吃的也很重要 对 还要什么剪 好啦 我虽然跟我儿子有一些压力 我还是有在缓解他的压力来 就是我看到他就是比较闷 然后跟比较不开心的时候 像我就会 找他一起画画 因为我觉得画画也是一个还蛮好 就是第一可以观察他 第二我觉得说 其实也是抒压的一种 就是譬如说他可以乱画 或者是他今天他想画哪里 想要画手啊 画我的手啊 然后画他自己的手 或者是洗澡的时候 我们都有准备一些 可以画墙壁的东西 就是平常看他画画 其实也可以观察出来 就是看他的 心情的状况怎么样 他有时候心情不好 就是随便真的是就随便画两个 对 那心情好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 妈咪你看这是我画出来的鸟 其实压根我也看不出来 他就说 就是爸爸这样子 我就会 也是有让他就是 舒缓一些他的情绪 然后不然另外一招就是吸气吐气 可是他现在才四岁 就他吸气吐气比较难 所以我就会让他那个吹气球 因为小朋友其实都很喜欢玩气球 所以我就会让他吹气球 他就很用力的就 其实他根本也真的吹不出一颗大气球 但是就是有让他练习那个吹气的过程 然后到最后也是我帮他吹啦 吹完之后 然后我们就在家里面拍拍气球 那气球拍过来拍过去 对 他也会觉得比较开心 画画很重 邱老师的点对不对 对 就是刚刚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画画呢 如果像在妈妈跟小朋友互动上面 其实就跟 对 其实就是很重要的是 你理解他 你陪伴他 你们两个之间有共同累积一些 很美好的记忆 他对孩子来说安全感增加了 他本来就是对他来说 是一个比较能够去抒压的方式 是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是特定的 我们想要特别去让孩子去表达 他最近的负面情绪的话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有的时候 如果他特别有负面情绪的时候 可能他都不想画 或者说他平常他愿意画他自己 平常的时候觉得画自己就是 画自己很帅啊 很好啊等等 可是真的负面情绪来的时候 真的可能他不想要画自己出来 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你可以给他一个建议说 然后爸爸妈妈你也先画自己 那你说接下来你再画你自己 然后我也来画你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让孩子 你注意他画他 譬如说发型啊 表情啊 服装穿着等等的 从这些蛛丝马迹里面 不过今天聊了那么多孩子的压力 我们是要希望他们减少一点 这些压力 然后我们比较正面的面对 可是这样聊下来我发现 很多是爸爸妈妈的问题 学议的学议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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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说跟人员有关系的也是你们 爸爸妈妈怎么救救他们 那我们至少不要成为孩子的 压力源 对不对 所以孩子在可爱的时候 当然没有问题啊 可是最怕的是 你跟孩子关系紧张的时候 或者说孩子呢 他最近有状况的时候 爸爸妈妈反而是增加压力的部分 这个时候呢 建议爸爸妈妈三件事不要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在跟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 第一个 第二个是 那不要怪罪呢 就是说你不要增加孩子的愧疚感 第三个的话是 不要威胁 不过总结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点而已 那个时候你看起来 最不可爱的孩子 往往就是最需要 陪伴跟爱的时候 而且我记得乃哥很好笑 乃哥说他有一次跟他儿子聊天 他儿子说 我压力很大 乃哥说 你压力大 我也压力大 谁跟我压力 口线也对 我说这些压力就是好好的 看看是什么压力 找到减压的方法 甚至好好的面对他 然后还有就是 爸爸妈妈以身作则 自己的 不要变成别人的压力 好 谢谢大家朋友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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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医师叔叔 你也知道就是 责怪 打骂 可能会造成小朋友的压力 可是其实想一想 好像鼓励 奖励 有时候好像也是小朋友的压力 对不对 其实在阿德勒的理论里面 就算你是称赞 那那个称赞也像是一个无形的手 想要操控你的孩子 导向你想要他走的地方 那我们要怎么做 所以其实它很重要一点 就是不要让你的孩子觉得说 你今天得到我的称赞 是有条件的 觉得你很好 你都听我的话很棒 这个就是有操纵性的 或是你做这个 你这样子做 我就会很高兴 高兴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说 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不高兴 那这两件事一搭起来 那就表示说 我只有听你的话 你才会高兴 所以基本上我会希望 这些NG的语区 我们都把它倒过来 变成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是同一阵线 比如说你想要跟一个孩子说 你如果考几分 我会很高兴的时候 你不如跟他说 你这一次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找我 我们一起来 帮助你住过这个难关 那不讲最后的结果 我们只注重努力的过程 看到孩子在那边 很揪心的时候 你跟他说 这个真的蛮难的 我也觉得蛮难的 你基本上 我们都统一阵线了 你也觉得难 我也觉得难 那我们一起 把这个难题解决掉 对不对 那当你跟孩子鼓励说 加油啊 我相信你的时候 不如跟他讲说 如果不只是相信你 而且我现在就在这儿 等你 陪你 你如果有问题 你找我 我们一起来努力 不然的话 这些空泛的鼓励 其实对孩子来讲 很有可能 也是压力的来源 解